您还记得林申斌吗? 2017年发生在浙江省杭州市蓝色浅江小区二栋一丹园1802市的大火 以及之后的一些神秘的举动把它推上了舆论的浪尖 大家好,我是顾颖琼博士 2017年6月,这场被保姆放到大火送走了妻子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之后保姆被判死刑并执行 网友们转而非常同情林申斌 在此基础上,他创建了一个品牌叫童真一生 取自萧氏的三个孩子的名字 就在同一年,2017年4月,他认识了新的妻子 2019年确立关系,次年就怀孕生孩子 并且大家拍到了捐赠在深山老林里的一口井 被一块巨大石板压住,让大家议论纷纷 更有人爆出林申斌居然资助保姆的儿子出国留学 这一点我不敢相信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体会到一个男人奋斗的一生 林申斌1981年出生于福建农村 从小成绩不理想 虽然考上职高,还是选择辍学 从木匠开始,最后变成了一个理发师 2003年,在理发店里遇见了服装店老板,并克服家庭阻力结婚 在太太的帮忙下,林申斌展现了自己的经商才能 虽然这一切都成为了往事 可是,我觉得很多东西也许真的是天注定必然会发生 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最初的时候更努力地做最好的选择 你说夜之间 四个人没了 爸爸 我走路也能比得上妈妈跑步 爸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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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